陳麗娜議員 薦菇 . 侍應應應 crews 目前是 慎源金額7億9,000 還有7億多 你確定 是 還有這麼多錢嗎 是 我最近有聽到一些人跟我講 但是我不知道 對不對 也不知道是不是事實 我想要 社會局提供給我最近 尤其是在選舉期間 核銷 這些氣爆的善款的項目 我這樣講好了 我今天簡單 然後先針對這個部分 請後續給我資料 有人說 警察局的冷氣 有一批 是在 選後購買的 數量還蠻多的 聽說是由氣爆的經費 去提供的 另外呢 有一個 是交通局準備要提的 是在停車場用地的開發 這筆經費 聽說要報 氣爆的捐款的費用 我想先請問局長 如果以我剛剛 當然我這些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那如果以剛剛我講的這兩項 能報委員會來使用善款的錢嗎 請答覆 謝謝議員的關心 我們知道議員一直非常關心我們氣爆的一些相關的進度 那 跟議員通整的一些的報告 我們目前我們 48案是我們 有設定計劃的 所以您剛才關切的這個部分 可能有些是本來就設定的計劃裡面在核銷的時候 譬如說哪一些 警察局的冷氣是嗎 警察局的這部分我們可能要回去細細的問 因為有可能是在核定的計劃或是指定用途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會有兩塊 那項目細項的部分我們 盡快跟警察局來做確認跟議員回報 那您剛講停車場的這個部分 之前我們有各種的面向都有在反映各種的需求 所以就覺得說這個捐款我們大部分都會 社會局主要還是針對罹難跟重傷的這些相關的照顧 我想先講一下 這塊停車場它是要開發多功能 所以將來獲利的是高雄市政府 那它也並不會就說開發完了以後 除了提供當地居民停車 當然停車還是要收費以外 其他的回饋的部分都是高雄市政府 那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到底能不能作為善款支出的方向 我想這個部分我在這邊也 鄭重的給我們所有 這個善款委員會的所有的委員 就是在這邊我也要先稍微講一下 善款是要用在所有的災民的身上 善款如果是方向不對的 將來有可能引起一些紛爭 甚至可能我們都會有一些法律上的行動 所以這個到現在為止還不是最後去看所有的項目的部分 但是到最後我們會去調所有的資料出來 因為所有的市民不斷的告訴我們 善款的所有細項一定要嚴格的去把關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在這裡就要請 局長剛剛如果有講的 譬如說警察局的能器 是不是指定用 指定捐款的部分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用在一般的捐款 有可能嗎 因為你現在不清楚嘛 所以到底是什麼 怎麼會有這筆錢 那必須要讓我清楚 另外就是有關於停車場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已經通過了 沒有 我們目前還沒有這樣子的案子 所以比較沒有辦法跟議員做說明 是 所以我在這邊都給建議 如果說在這兩個項目上面 就我所知 觀感是不好的 那並不是說做停車場不好 做停車場我覺得有必要 但是問題是用這筆錢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師出有名 那所以 對於善款的使用上面 還有很多 我覺得善款委員會的成員 倒不如去仔細看看 仔細想想 還有多少的 這一些受災的人 沒有得到完善的處理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啊 這才是方向 而不是就是一直卡在市政府這邊認為 還可以再多做一點市政府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我可能會覺得 可能不是太合疑 那也請局長回去再多思考一下 這個部分跟議員做簡單的一個補充 其實在這段期間我們也陸續更新補充了很多針對商者的一個相關放寬的一些補助項目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也有在做 但是也要跟議員說明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氣爆 畢竟是一個範圍 所以其實也有另外一種聲音會覺得說 其實整個災區整個商家 他們也希望也被看到他們的需要有被幫忙到 所以我想議員您之前聽到的這樣子的可能也是因為地方覺得有這樣子的需求 但是這個案子目前是沒有還沒有進來 那後續如果有進一步的資料再拜託局長給我一下 謝謝那您請坐 我今天主要的還是討論有關於人口的問題 那我們都知道高雄市如果以縣市合併之後的人口來看的話 跟六都相較啊 我們都知道高雄市的狀況是一個負成長的都市 那怎麼會這樣呢 高雄市不是一直這幾年來都在推移居城市嗎 那移居城市最大的用意就是希望能夠吸引我們外縣市的年輕人 或是外縣市工作有可能到高雄市來的人口來高雄進駐 甚至老年人口來高雄做養老 這個都是高雄市希望的 那唯一是要什麼 要高雄市的人口能夠增加 那人口增加有什麼好處 用大眾運輸系統的人變多了 消費變多了 商家生意變好了 建設跟著來了 商機處處可見 高雄市如果人口的base是大的 今天我們談城市內的經濟就不會那麼難 所以呢 如何讓我們的人口可以增加這件事 事實上在高雄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怎麼搞的 高雄市怎麼會人口是負成長 我想除了就業機會比較少 空氣品質也不佳 社會福利這幾年來也有一些變化 我相信每個議員的服務處每天都是很忙碌的在處理這些社會福利 最近非常嚴格的在做檢視的一個後續的一個協助的工作 所以呢 高雄市的社會福利的狀況 從以前做這個案子可能挪到別的地方去做 那這個案子呢 那我們就只好可能用一個就是排富的條款去處理 那所以呢 就是挪東邊的錢去做西邊的政績 這種的方式的做法 當然在高雄市政府必須要轉移這樣的方向 讓市民有一點點的幸福感 但是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讓市民或是外面的民眾感覺到高雄市是特別的好 願意來我覺得這個是想像或是說我們所做的這個計劃 跟後來必須要去檢討它有沒有效 這個是必須要去評估的 如果沒有效就必須要再把它調整一下 我想在這邊要提的幾個數據 譬如說過去三年高雄16都裡面人口唯一負成長的城市 婦女的生育率很低 空氣人口牽出去的很多 然後就業力比較少 空氣品質不好 社會福利其實也沒有那麼的友善 那我們可以看到六都唯一負成長的城市 我數據列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們高雄市啊 負成長是 九百五十九人 那大部分呢 台南 台中 桃園 台北跟新北全部都是鄭層長 在道理來講 我們這個社六都啊 最大的效應應該就會有一個持息效應 就是人口都往六都裡面跑 原則上是要這樣 讓這六個都市是越來越大 這才是六都原來應該要有的精神 讓它六個都市裡頭可以起一個持息的作用 但是呢奇怪 高雄市怎麼會是 反而是一個負成長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 桃園市啊是正成長六萬多人 台中還有四萬多人啊 是不是 那台中呢 本來比高雄大概少八萬人 現在台中大概比高雄少三萬人 我倒是想看看 台中什麼時候人口會比高雄多 那到時候高雄還要稱為第二大都市嗎 這個真的大家要很努力啊 不要讓台中拼過啊 萬一人口是讓台中拼過去的時候 高雄市我看第二大的城市就不保啦 以後是不是要北中南 直接台北台中高雄 就是第一大是台北 再來第二大是台中 第三大是高雄 按照順序來排啊 哦那就丟臉囉 那就丟臉囉 那我們可以看到 自然率的增加及社會增加率啊 都表現不好 我想大家都知道 自然率就是出生跟死亡 的這個部分 就是出生跟死亡的部分加起來 我們成長是0.71啊 那社會增加率就牽進來的人口 我們是負成長 等於牽出去的比牽進來的多的意思 所以呢 牽出去的比牽進來是0.71 再加上自然增加率只有0.73 自然增加率只有0.71 所以導致我們剛剛前面看的那個人口數 我們是負的900多人 我們可以從這數據看到 那台灣地區的平均率呢 有2.1耶 自然增加率有2.1耶 社會增加率也有0.18 是不是 我們連全台的平均數字都不及 然後我們看一下 低收入戶呢 剛剛都比低的嘛對不對 現在比高的 終於有比高的 比什麼 低收入戶的數量是全台最高 如果以該縣市人口的比例來算 也是最高 我們可以看到 低收入戶高雄有五萬多人 五萬五千兩百五十六人 這是六都裡頭最高的 來 再看一下該縣市人口比例 一樣的就是低收入戶的人口比例啊 還是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這數字真的都非常的難看 這幾年來 這幾年來 高雄市呈現的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感覺上也讓人家蠻難過的 高雄市的婦女 不敢生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出生率 全台灣 22個縣市 我們第幾名 15名啊 這數字有點多 我們倒回去算好了 我們是倒數第八 這樣數字有較少嗎 所以 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高雄市的婦女朋友不願意生 當然我覺得 不是 不是生育獎勵實在不夠好 這個當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啊 不願意生的原因實在是太多了 譬如說 我生了以後我怎麼養 光是一個獎勵 我怎麼會願意生 第一胎六千 第二胎六千 第三胎四萬六 我怎麼會生到第三胎去啊 我第一胎要生我都會考慮啦 你給我六千塊的補助 不痛不癢的 我要不要生 這種的獎勵 有做跟沒有做是差不多的啦 是差不多的 你要嗎 你就把四萬六放在第一胎 鼓勵他第一次生的時候 讓他積極一點 還有一點點那麼樣的誘因 結果你把它放在第三胎 我看也沒有多少人可以用到啊 所以這個編在第三胎 事實上是編的有一點點 鼓勵第三胎 如果說要好聽就說鼓勵第三胎嘛 但是問題是現在生到第三胎的人 實在是少之又少 問問看你的朋友裡頭 能夠生到第三胎的 我們都要給他拍拍手 是不是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獎勵方式 我倒不如覺得就是把它用在第一胎 可能還會比較好 我待會請局長回應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轉過來 而且呢 六都裡面其實說真的啊 六都裡面大部分啊 都在他差不多兩萬塊錢 第一胎第二胎 不論哪幾胎都是兩萬塊 那雙胞胎可能又有其他的補助 差不多如果比較 生育率比較好的城市 都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台北市每胎兩萬 並沒有分幾胎 低收入戶每胎 還有再加錢 新北市呢 每胎也是兩萬 雙胞胎四萬 以此類推 低收入戶呢 每次再加兩萬零四百 聽聽看人家補助是什麼 我相信啊 不可能因為生育獎勵而鼓勵到年輕人去生育 因為我要做的事情是一輩子的教育 要做的東西實在太多 倒不如局長 多做一點啊 譬如說我怎麼樣讓他在每一個公司裡面願意去推 怎麼樣協助我們這些婦女朋友去照顧小孩 幼兒 可以讓我又工作又看得到我的小孩 如果每一個都能夠協助這件事情 我可能還有一點意願呢 後續的 我的 撫養的工作其實要比我前面要多很多 譬如說你給我這個做月子餐的錢 我說真的每個人吃的不一樣 真的這個還要再做下去嗎 說不定你拿來直接折現給我 讓我對那個奶粉錢稍微補貼一下 我說不定還比較開心一點 每一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 生育獎勵的這件事情還可以做得更好 以現在高雄市社會局有限的資源 要把事情做得出色 不要分散你所有的力量 你一定要讓這一些孕婦 打從心坎裡面覺得 政府真的照顧到我 你做這些不痛不癢的 他怎麼會覺得政府照顧到他呢 是不是 跟各個縣市比起來又這麼難看 所以 大家現在都很聰明啊 Google一拉出來 把各個縣市的資料一拉出來 一比對之下 就知道怎麼回事了 每一次大家在那邊檢討這些東西的時候 網路上面回應給我的東西 我都覺得 哎 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所以 我在這邊 也是要拜託局長 對於這些生育補助的部分 再做調整 另外呢 我要提的兩個 我們不外乎就是討論到年輕人的工作 新生兒的部分 當然還是要討論一下老人的事情 老人的事情在我的 呃 一些朋友的回應裡頭 提到了兩件事 我在這邊也跟局長提一下 另外這兩個也請待會局長回應 第一個 他提到的就是說 我剛前面有提到宜居嗎 但是我現在要提到一種就是短期的居住 是哪一種人 就是說 其實有一些銀髮族 尤其是在日本 他們很嚮往台灣的好天氣 有一群人 來高雄找了好幾個地方 希望能跟高雄的銀髮的組織 互相對接 然後了解 如果我們來這邊生活 我們 所需要的資訊有哪些 我們可以在哪裡生活下來 有哪些地方可以供我們做短期的居住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老年人 其實他們的生活是有一定的水平的 他們很想來做一個短期的部分 那像這個部分 其實是高雄一個很好的經營 不論是北部的人 因為天氣比較潮濕 他有可能冬天的時候來高雄住一段時間 或是從國外來的人也好 到了冬天的時候來高雄住一段時間 對高雄來講 提供給銀髮族的生活 將來會成為高雄市一個很特別的服務 也能夠提供高雄市一個很好的一個經濟的循環 但是這些資源不足 所以他們認為來高雄 他們找不到對接的單位 所以我在這邊 要求社會局應該要做這件事 就是 將這些機構所需要的東西 做一個良好的連結 然後讓這些銀髮族 把高雄市當成是一個很好的短居的城市 好不好 另外第二個我要講的 我們都知道現在老人家要做一個照顧的時候 常常會想到說我要請看護 我要請外傭 其實要花費很多的錢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條件 有能力去請到外傭看護 來做後面比較老年的一些照顧 那現在呢其實有社會上很多的一些公益平台 NGO在推廣這個東西叫做健康時當志工儲存時數 老年時提領出來享受晚年的照顧 那這是什麼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願意付出他有的時間去登記 然後呢經過一定的訓練去把服務提供給老人家 然後呢把這個時數儲存起來 將來到他老年的時候 他可以提領他的時數 作為別人照顧他的一個時間 這樣的一個社會互助的一個工具 其實政府單位也能做 而且政府單位做會更有公信力 據我所知高雄市實在有太多的志工朋友 那這些志工朋友在做這些服務的時候 其實一直都無言無悔的 但是呢踏入老人的服務這個區塊 來 再兩分鐘 謝謝主席 踏入這個區塊其實需要有一點點的專業 需要有一點點的就是訓練的過程 讓他在服務老人家的時候 能夠貼切到老人家 將來有一天我們也會變老 我們也需要 是不是 那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的時候 會鼓勵到更多人去做志工的服務 尤其是在這個英法族的這個區塊 今天我們儲存的越多的時數 將來有一天我們就可能用得上 所以這個對我們現在的社會來講 有很多人負擔不起這樣子的一個成本 或是條件不足的人 都可以鼓勵到他們先去做志工 然後將來有機會 也會有人服務他們 對於現在的老人家來講 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福利 它就是一個正循環不斷的一直支持下去的一個活動 所以呢 針對以上我問的三個問題 我希望社會局能夠有一點啟發 那甚至呢 將來有機會 能夠來做 讓我們的社會能夠看到更多的希望 我是不是請姚具長回應一下 謝謝 好 請姚具長答覆 謝謝趙警員 謝謝陳議員的關心 的確有關 神月津貼的這個部分 高雄跟各都比起來 的確我們數字上看起來是比較 誘因不夠那麼高 那當然有兩個面向要跟議員做說明 第一個面向 我們如果說從第一胎就做這樣子的調整 那我們的金額就會從兩億四變成五億三千多 當然這是一個財務的考量 但是除了財務的考量 我們另外也有針對說我們是不是有用一些 更友善可以運用的一些資源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也是 也有一直努力的太退 所以你就不用說又做月子餐 然後又做生育補助金貼 然後又要做什麼 然後這些東西做散了以後就會變 要跟議員講一個新的 要跟議員講一個新的 就是我們有在福島 我們的民間企業可以來參與設立 我們的一些托育的中心 那剛好最近如果議員有看到報紙 也有看到其實中央也是朝這個方向在走 因為其實整個不管是中央地方 在推動育兒的這個資源 用工部門的錢的確是不夠 所以現在一直希望鼓勵企業可以一起進來 投資他們的經費 然後照顧他的勞工 可以讓女性的工作人員 在他的公司也可以比較安心 所以原本的250個人變成100人 就要設立托育的這樣子的措施 其實我們的方向都是一致 所以我們在這個法通過之前 其實我們就積極地去拜訪了我們的一些工業區 好幾家大型的公司 也針對我們這樣子的合作跟福島的機制 也很具體地做了討論 那其實我們也很希望在 不要太久的時間就可以有這個進度 不用 其實他公司本身自己的工作人員就很多了 只是希望 只是要辦這個東西 當然有一些專業的部分 當然也是有些經費 有些公司其實他的經費是願意出的 他比較擔心的是 設施設備跟一些照顧的法律責任的部分 或是他的服務的一些model 我們是可以怎麼樣的幫他們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也都有在想到來做 所以這個部分也讓議員知道 我們也有些不同的一些solution 也有在規劃當中 那那個還有您剛講那個針對長輩 其他的縣市的營法的人口 是不是可以考慮來到高雄 其實大家可能之前有點印象 所謂有些long stay 退休的人 他是不是要找一個比較宜居的地方來生活 其實我們也一直努力地在推 除了針對本市自己的老人之外 我們也想積極地在我們各區 有些回到他熟悉的區域 有些是他只是想 不想再待在都市 想去比較郊外的這些地方 所以我們有206個社區照顧據點 其實基本上就是希望讓他們可以 來到這個地方很輕鬆地 針對健康亞健康的老人 然後還有他 我建議你因為這是一個實力 對 然後他們是真的在高雄是在網路上面 找不到會見的單位 就跟社會局 他在其他的現實找到 然後他可以幫助提供給一個 譬如說一個地方 譬如說有30個人來 然後你們在哪裡住 我怎麼生活 讓我交互的提供 是 好 我們回去 對 是 是 待會我們會後也再跟議員要資料 還有您剛講到說 製工儲蓄點數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之前也都有聽到很多像 引法的服務護照 可以對換後續的服務 被服務的一個點數的部分 其實這樣子的model 我們也都有 實有耳聞 那其實我們像目前的實質 我們有很多的一些服務的據點 就是用老人在服務老老人 所以其實這個模式 其實已經在很多縣市都有在推 但是議員您講的一個 是更有 更有 制度性的 這樣子來換取點數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的製工其實高雄市下目前 我們有登記的就有10萬人 所以我想如果針對 研發的製工 他的服務點數可以怎麼樣 兌換 這個部分我們回去再來研究 有什麼可以更有誘因的一個方式 一方面也可以解決我們照顧的人力的一些壓力的處理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回去都會再加強 再來想辦法 謝謝 謝謝 謝謝陳議員的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是唐慧美議員 最辛苦的主席 還有我們修正部門的同仁 我們電視機前的好朋友們 大家午安 首先我要請教我們原民會 原民會的我們的教文組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教文組 我們的部落大學 到底在園區做了些什麼樣的一些課程 有沒有針對我們地方上的需求 譬如說我知道我們部落大學是做得非常的認真 可是在我們的園區呢要區分 都會區跟我們園區的真正的需求是在哪裡 例如我們的園區的部分 園區的部分呢就是說 好像我們我們茂林目前是在做投資 那時候我們組長 陳組長請教你一下 我們目前茂林在做的課程是做什麼 請陳組長答覆 答覆一下做什麼 回復議員 那我們在這一期 我們茂林目前是在做花環的課程 以及石板的課程 好請坐 好你提到這個石板 我非常非常的重視這個石板的部分 我剛好要跟我們的這個陳組長 要跟你研討 我們在園區的部分呢 這個蓋石板屋呢 這個技術呢即將要失傳 我是希望呢我們部落大學 我剛剛有講 我們原住民這邊一定要做區分 譬如說是今年我們規劃一個就是說 在園鄉規劃怎麼樣去蓋石板屋 讓我們的年輕人 讓我們這一代的幾乎都已經失傳哦 這一代的哦 我們是希望讓我們這一代的呢 去找一些專業的這些我們的老人家 可以蓋石板屋的 找一個公有地去做一個蓋一個石板屋 你看我們多拿這麼一間石板屋 大家急破頭都要去看那個石板屋 是不是我們可以用這樣的一個 又是教學的部分 然後我們又可以把我們的文化呢 去傳承下來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覺得這個蓋石板屋 既然是有做石頭的這個課程呢 我們把這個蓋石板屋的這個 教學的課程納入在裡面 讓我們的年輕人 讓我們這一代的呢 能夠學會怎麼樣去 去把這個我們的傳承文化呢 這是未來的 將來的一個觀光的一個特色跟亮點 這個一定要做為紀錄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還有第二個呢我們的課程 在我們的所謂的萬山 萬山我們是屬於我們的移植 是世界級的是岩雕嘛 對不對 我們那個課程來去讓那個 我們那邊萬山有一個專門製作岩雕的 就是我們的馬勒 它是屬於我們的馬勒工作室 它專門在製作這個岩雕部分 也可以請它呢 來複製有一個岩雕在我們萬山部分呢 做一個岩雕的這樣的一個課程 把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知道就是說 我們也有製作過那個 我們也有上過這些做美髮的啦 做飲料的啦 做什麼的 都上過好多好多次的這些課程 可是呢到最後呢 沒有人繼續再去做這些東西 我是想說是 既然有這些課程 我們就不要浪費掉 我們要一面上課 一面把我們的文化特色亮點 弄起來 讓我們上的那個課程呢 非常的有意義 然後呢 東西留在那邊 變成是我們的特色 我覺得這樣子做更好 這個是第二點 還有第三點 即將要失床的就是 我們小孩子的那個搖籃 小孩子的那個搖籃呢 我覺得非常 我們這一代幾乎都不會做了 以前老人家都不會做 那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的婴兒 這個很多人都很喜歡這樣的一個搖籃 小孩子的搖籃 還有那個編織那個搖籃的那個 編織的那個 那個東西呢 希望也能夠 編列為一個課程 就是帶石板屋的一個課程 還有第二個課程是 鹽雕的課程 還有這個作為 做這個搖籃的課程 希望我們的這個 陳助長呢 做記錄 然後我剛剛講的嘛 每一個區域的特色呢 你要實質地去調查 我們真正的需求在哪裡 而不是說我們要去做花圈 這個花圈 做完就是自己的 而且只限第15個人 其他的人要進來都進不來 這樣對其他的人是不公平的 我是希望是要看到的是實質的東西 讓這個東西永遠就在那邊 這樣子才達到效果 這是我是希望我們這個 教文族的這個部落大學這個部分呢 能夠去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讓我們的這個特色呢 傳承文化呢 能夠留住 第二個我所要問的就是 我們衛福祖部分 衛福祖部分呢 我們這邊工材部分就是 在106年 編了很多的計畫 希望從工材這邊能夠 編列到4400多萬的一個經費 然後這是非常的可觀 也是對我們未來的這些 真正的鄉親的需求 弱勢的鄉親需要被照顧到的 能夠實質照顧到 可是呢我這邊有些意見 能夠編到這樣這麼多的經費 有沒有實質的鄉親 有沒有實質的會受到效益呢 我們要去做這樣的一個評估呢 讓真正讓這樣這麼多 這麼多的這個計畫裡面 我知道我們的周主長呢 很用心的把這個所有的 106年的這個工材部分的計畫書呢 齊了一大本 做得非常的好 很用心喔 我對他有很多的稱讚喔 表示他在用心 可是呢 我是想 如果真正的 真正的經營可以編到 社會我們的工材可以編到 有4400多萬的借筆經費呢 很多地方呢 要新增的部分呢 有些地方是需要去做一個調整的齁 譬如說 好了 呃 這裡所有的這個 16項的這個 計畫名稱裡面呢 我好像沒有看到 補牙的政策 補牙齒的政策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要不然呢 你們呢 原民會實際去調查 我們上個園區裡面呢 到底有幾個老人家 實質有趣 呃因為是 衛生局 然後呢 真正實質到 補牙齒的 有幾個 你調查看看去年的 有幾個 還有今年的到六月份 調查園區到底實質補牙的 有幾個 在我們三個園區 一定要去調查 把那個數字給本席 因為呢 我們幾乎在園區裡面呢 要去補牙齒的這個政策呢 是我們的師父太科了 用了那麼大張的一個圖說 哇 補牙政策 看起來好漂亮 我還貼在我的服務處 簡直是最大的諷刺 怎麼說呢 剩下三顆牙齒你才補 你要補什麼啊 那個老人在奄奄一洗 你還要補嗎 有需要再補嗎 這個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政策 必須要改變 改變呢 要先從我們原民會這邊做起 從工彩這邊去做 讓這個補牙的政策裡面 看說是 從幾歲或是 石子 它的牙齒是 真的是需要被補 是先補上面 還是先補下面 分 逐年的分 分段的去補牙 我覺得這樣才是真正實質 照顧到我們真正圓區老人家的一個補牙的一個政策 而這個四百多萬的經費呢 將近約顧人員將近十個 因為要再增加了將近十幾個 將近有十三個人的話呢 這邊的經費呢 就將近用了將近要一千萬 這個一千萬你可以照顧多少幾百個原住民的鄉親 老人家 要不吧你就拿個正式人員 不要全部都是這些人員在做 你變個多一點的正式人員 到我們園林匯來去做事啊 然後你把這些經費 你真正實質照顧我們真正需要照顧的人 而不是請你那麼多的臨時人員 然後呢吃掉了我們這麼多這麼多 我們該照顧我們 我們老百姓 該照顧我們自己人的這個經費 我覺得要實質做到這一點 還有這個 還有一點就是教會 我剛剛我常常在講 教會在都會區裡面是真正的實質 要被受到受到照顧的 我們可以調查 哪一個教會的奉獻是很少的 沒有辦法租房子 沒有辦法照顧這個牧者的人 牧者的教會 我們怎麼樣去編這個每一年 給他們一萬塊 買著他們的設備費 我已經從上一任一直講到現在 可是沒有被重視過 我們的阿鄧也是牧師啊 我相信這句話 我相信他也感受到 真正教會真的是需要被受到照顧 而不是因為教會是我們 我們地方上最需要的一個地方 是我們精神上受託的一個地方 也是我們每一個禮拜 將近聚會有三次到四次的一個聚會 這麼這個這個次數這麼多 我們為什麼不把這樣 這麼一點點的經費 實質照顧到那些被需要照顧的一個教會 真的我覺得這個教會非常的重要 調查們像我們茂林長老教會 有幾個像我們茂林原鄉的教會是大教會 他們被牧師啦 這些他們的經費奉獻是夠的 可是在度會其實巧教會是真的是需要被照顧到 希望這一點我們在這個工材部分 我們的周組長能夠把這個這筆這一項列入在紀錄裡面 讓真正的在工材部分的呢 能夠實質達到我們真正的原鄉實質照顧到的 讓我們這些這筆經費呢 工材的部分呢真正的受惠的人更多 這個受惠的人是雙百個呢 這個不是很好嗎 我是希望我們原住民不管是都會去園 不管是園區 都能夠實質到我們原住民這些園民會 在國眾主委的帶領之下呢 做得非常的好 然後照顧到真正需要被照顧的人 這個才是我們的需求 還有 接下來我所要講的就是 我們這個 金土組的 金土組的想要 跟那個我們的組長請教一下 我們地級的重測 從我上一任就一直在講一直到現在 那這個地級重測的這個地政局的局長呢 推到中央 中央說沒有經費 而且呢 上任的時候呢 我上一屆就已經 我們茂林區只有三個里 可是呢 我們那個土都已經規劃好了 可是呢 而且是一年才編個六十萬而已呢 都已經編好了 結果到最初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計劃弄到中央 中央說沒經費好 現在又推給余明會 余明會說沒有這個經費 已經是拖了三年耶 本來是這個 這個計劃三年裡面 早就是去 明年就可以做好了 然後到今年都還沒做 這個 這個怎麼就交代鄉親呢 明明是答應的 已經規劃好了 哪一個地方都已經劃好了 可是 到現在的負推責任啊 沒有看不到真正十指手要接 是我們園明會接呢 還是地政局接呢 你們協商好嘛 協調好嘛 把這個事情互相推托 到底所要做 責任又推給中央 責任又推給地政局 地政局又推給園明會 那到底所要去做 我希望齁 這一點我希望我們主委 帶領我們的 這個我們的領主長到我們 地政局來好好的協商 要是沒有這筆經費的話 我們可以從那個部落 部落建設經費 那個今年是編的4500 從那邊編嘛 是不是可以從那邊編 只有六十萬的經費而已呢 因為我常常講 我們不把這個土地做好 規劃好 讓所有 我們到了我們這一代的時候 下一代我們的孩子 永遠不知道他的地從哪裡 因為那個是 林地的那個 只有用那個泥 只有用石頭 用樹來去弄 根本就搞不清楚 你叫我去看我的地在哪裡 我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你沒有去做這個地去重製 尤其是我們要化 變成是要 我們要增加這些建地的時候 沒有辦法知道我們的地在哪裡 希望我們的這個 組長能夠用心規劃一下 我要真正聽到 今年馬上實際去做 才六十萬而已不多 接下來我要問的是 我們這個公共建設組的這個 黃組長 我看到你們的這個 我們所有原住民的這個 你們的業務報告 我看了好難過 我不知道要怎麼樣去說 你覺得公平嗎 那個數字是會說話的 這數字你看得很清楚啊 你看看這個 我們部落建設經費 你們所寫的第十六頁 第十六頁呢 今年一百零四年所執行的 一百 這個所執行的 有十一件的工程 你看看那馬下桃園茂林 這個數字你對得起茂林啊 人家是千萬耶 茂林是七百多萬 呃 桃園呢是將近要三千萬 那這個 那馬下桃園是一千兩百多萬 這個數字是怎麼處理的 黃組長 請你好好的 反省一下 給我們一個交代 為什麼是用這樣的數字來 揮抱我們 你用大小眼的方式呢 還是 用怎麼樣的方式 為什麼是用這樣的數字來玩我們 如果說好 今年是編個四千五百萬的話 四千五百五百萬 也一樣 我尊重大家的建議 上次我們是講好了喔 桃園是兩千萬 我們跟那馬下是一千五百萬 可是呢你們有做到嗎 好今年減少了對不對 幾年減少了四千五百萬 沒關係 先我們呢 就桃園 當然桃園一定會要多嘛 因為他們人口多嘛 你就編個一千八百萬 那我跟那馬下呢一千三百五十萬 如果這個經費我們報的 如果說是我們報的不足 你們有責任跟我們公所的講說 還有多少的經費 是編給你們趕快報計劃了 好 今年茂林我知道的是什麼呢 我們的主委一下子答應說 是我們茂林 就茂林的那條路做了 有三百多萬對不對 好 主委也答應說 是我們萬善的必納屋 可是呢我看到 你們圓民會又變了 又得了一張公文 是變成是你們圓民會呢 不願意從這個部落建設經費裡 去做這個備慢屋的事情 你們報了個中央 報到中央這個造景計畫 格式這個提案呢 變成又被推薦說是因為 是因為你們相公所的這個 所提包的這個計畫 格式是不對的 被推薦 我嚇一跳 明明主委已經答應 這筆備慢屋的兩百多萬的經費 答應說是要做 為什麼你們為什麼要報中央呢 這個是你們應該做的啊 而且是我們從賽任會看 不知道會看多少次了 軟體的部分是社會局 硬體的部分是我們圓民會做 那筆經費才兩百 兩百六十幾萬而已 不多呢 我們從這裡來去做很難嗎 不難啊 這樣子算了兩百多萬而已啊 所以呢 這樣子算了算了 還有我們要繼續做的是 第三項呢就是我們活動中心 上次我們做的活動中心 一百多萬還要追加一些 建設還要增加一些設備的話 加來加去採三件 三件也不到一千萬 可是不到一千萬 我們一定要達到這個數字 一千三百五十萬的數字的時候 希望你們跟我們講 如果說是不準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你們有責任告訴我們說 說還有多少錢 你們這邊還沒到 好現在很多的鄉親在跟我乘請 比如說我們在山上住的房子 幾乎都是三坡嘛 那三坡呢每一個地方呢都有做這個 邊坡 有這個邊坡呢很多都是在怎麼樣子呢 都已經都壞掉了 能不能做這樣的一個 從這邊的這個經費呢 來去做這個一個邊坡 讓我們的那個 讓部落人能夠安全 因為呢你沒有去做這個邊坡的話呢 一個一個那個石頭呢還有細鳳呢 都已經在虧裂的很嚴重 如果再不做的話呢 整個部落呢再過幾次再下幾殘雨的話呢 有的那個房子會血會倒 因為都沒有去做好這個 呃 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邊坡的這個設計呢 都已經幾乎都已經破落 很多地方都壞掉了 所以我說我們這個 主委還有我們這個監視 我們那個環組長 你到底有沒有用心在我們的園區 我覺得你沒有用心在我們的園區 你真正有用心在我們的園區 你真正有用心在我們的園區 不會落 不會把我們茂林師遺忘到這樣的一個地步呢 我在這裡 有 我在這裡對你非常的不滿意呢 你沒有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交代 而且呢 105年的需求是在2月24號年 已經會堪完成了 可是你們到現在沒有給我們真正 我們茂林要用多少實質的經費是多少錢 你們沒有告訴我們 就這樣 呼!過去了沒了 就沒有經費了用完了 明年用會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你怎麼交代 沒有辦法交代嘛 簡直是 大小眼看不起耶 好像看不起人耶 是不是我是國民黨的 你們是這樣子對待我 為什麼人家都是幾千萬 我們是幾百萬 合理嗎 一零也不合理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真的我在這裡真的是 替我們茂林鄉園區啊 這個我們黃組長真的是 你真的是有責任要去交代我們的鄉親啊 你看我們中央園民會 補助的這個特色道路呢 特色道路計畫呢 也是一樣 我們茂林鄉呢 茂林區呢 是一千一百多萬 那我們的桃園呢 也是兩千八百多萬 那媽媽下次不一樣 你八千多萬 每一項的經費下降之下啦 還有這些附近的工程呢 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四年 我們茂林才 才八十億萬耶 那桃園呢 三百多萬 那媽下次四百多萬 我們才不到一百萬 這是 這什麼道理 你們沒有責任跟公所的去做這樣的一個 溝通嘛 沒有辦法溝通的話 那你們中央 原民會去公所 你們是一體的啊 你們的 你們是執行單位 你們不中誰做 所以我是想說喔 這個我們的黃組長 你真的要努力啦 我真的 對這個數字呢 太 太沒有辦法交代我們了 你太對不起我們原器對你的一個期待 要不嘛 你去換人嘛 換原住民啊 你既然不關心的話 就換我們原住民啊 好 再兩分鐘 請主委回答 來 請主委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唐議員 我想我們非常尊重原鄉的發展啊 所以我們對原鄉的投注 除了在我們預算的編列呈現以外 包括我們市府各局處 以及我們跟中央整齊很多的計畫在原鄉的發展 那我這邊可能要先跟議員報告 我們高雄市的原鄉有三個區 每個區的發展的方向都不同 不一樣 所以每個區的這個建設 可能很難用一個數字來去匡列說 我多少就多少 按照不同方向 我舉例 就像我們三個區裡面只有茂林 我們有爭取到這個溫泉的示範區 所以溫泉的示範區 我們爭取將近是五千多萬的經費 那這個另外兩個區就沒有 所以兩個區也在埋怨說茂林有 所以他們也希望說要去尋找 要我們爭取經費去鑽探去尋找溫泉 那我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管理部落建設這樣的機會 其實沒有去特別說矮化或是政黨這個關係 我想議員你是國民黨 但是我們的原鄉都是我們的族人 我們是不看黨派 這個我們是按照地方的需求跟建設 那我想我們的需求的來源有很多種 一種是地方的明代的這個建議 另外一種是區公所的提報 那我們提報的方式當然說 如果像議員你們建議 那我們言明會同仁去會堪以後 專業的同仁就會提報計劃 那如果是符合我們市府的預算 那我們就從市府預算去編 如果不符合我們就報中央 那我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市府的財政其實也是蠻困難結局 所以我們一般都會說計劃拿來以後 我們會報中央 那我們自己也會先匡列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避難屋這個部分 我知道在上次的會期 議員也有去質詢我們市長 那對於原鄉的避難避災都是重點 所以這個部分請議員放心 我們今年就是已經編列 已經要去施作管理萬山避難屋的部分 那我們同時也會把這個計劃報到中央 那我們是希望說中央如果能夠再補助一些 我們當然就可以做更多的一個建設 去做不足的部分 那另外我跟議員報告 就是市府相關局處其實沒有推託 就剛剛提到土地重測這部分 測量這部分專業在地震局 那經費的籌授是我們研明會 沒有推託啦 那我印象中去年我們也爭取中央這部分 那今年我們還是會再爭取 我印象中上週我們的準主委 一江主委有來過 我特別提到這個案子 就是列為急迫性的案件 那這個我想他上任以後會有一個很好的回應 那我做整個回應就是關於補牙的部分 我想這個是很專業 議員的建立如果是因為考量到我們族人的一種特殊性 我會再跟我們衛生局的黃局長做一個探討 就是關於補牙的措施 是不是針對原住民的一個特殊性 我們是不是在這個裡面再做一些討論 那都會區的有關教會的這個設備 我想我們對於原住民的教會 我們大概的整個合作的方向就是 關於族語的傳承的部分 那課後輔導的部分 以及親子教育等等 至於涉及到硬體設施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要做很多的考慮 我想這個要先跟議員做一個很清楚的一個說明 因為我想這個設施設備 教會的成立有它原來的一個目的性 我想會有在設備上的一個付出 應該可以出一點力量 但是我們在我們族人 在教會有關的族語的推動 親子教育以及課後輔導 課後的一個輔導我們都會來推動 所以我希望議員不要誤解 我們對於原鄉三個區的一個篇欄 我想如果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三個區的整個發展方向 包括預算的編列的話 其實我覺得都按照大家的需求來去編列 當然我知道還有很多不足 這是我們燕民會要去努力的 我想謝謝議員的指導我們會努力 至於我的同友我想主委是原住民 我想他們執行的意志都是很有原住民的這個使命跟意志 所以我想在園民會工作通常都是原住民 雖然他的戶籍等本可能沒有呈現原住民身份 但是他們都有這個心來為主任服務 我希望議員多給我們支持 好 再兩分鐘 非常地優秀 我相信你們都非常地優秀 都很專業 這個是我對你們的一個期許 那我是想說既然我們有那麼多的問題 希望我們的主委繼續帶領 讓我們的園民會能夠更好 讓我們原住民真正實質地有受到照顧 而不是永遠是弱勢 尤其現在我昨天我有聽到我們那個 林明傑的議員 他有在講這個閒置空間的問題 這個閒置空間的問題非常非常地重要 我們住在都會去的那個我們自己的族人 他們每次要辦喜宴 辦活動或是射箭比賽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地方 是不是我們也可以用這支公彩的部分 去承租一塊地 那是屬於我們真正的 因為我們園民會不夠 我們原來的園民會是地方太小了 沒有辦法辦活動、射箭活動 那個都是太小了 能不能承租一個地方 我們也承租給管理人員 這筆公彩的部分去做 我們可以找一個閒置的空間 還有我們原住民他們都喜歡種菜 他們都喜歡種菜 我們也一樣用這樣的方式 看看哪一個地方是可以種菜 種菜的地方 讓他們感受到說好像回到 暴露自己的家鄉的這樣的一個感覺 讓我們這些想要種菜的人 想要有自己的活動 場所的人 都能夠實在都會區有被受到重視的感覺 不要讓他們說走到那裡 不是要辦活動都要去撐租 然後被丟來丟去 沒有一個自己的場所 對我們住在都會區的原住民 覺得很殘忍 對我們來講是好像都沒有被受到重視 所以我希望主委這一點 能夠重視 站在我們都會區深圳的想要 回到自己部落沒有辦法回去的時候 讓他們有活動的場所 有自己的地方 這是你的責任 拜託你 加油一下 好 謝謝議員 我跟議員報告 就是如果是管理射箭的部分 我想 而對議員也有整起到就是 利用這個佐訊中心 非常專業的一個射箭廠 當然我們主人有不同的想法 覺得說距離的問題等等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可以再跟主人溝通 不過我們可以多辦類似射箭的活動 像我知道上次在 在永達技術學院的空地也辦理過一個射箭的比賽 那我們今天也有規劃辦這樣主人喜愛的一些活動 至於說因為高雄市真的非常的大 扣除三個區還有35個區 我們的原住民都分佈得非常廣 那我們比較集中的比如說像鳳山小港等等 我們大概會可以協助他們使用他們就近的場所 我知道有幾個就近的場所 都是我們主人常常社團使用的地方 那我們會協助他們 以上 謝謝 謝謝 謝謝唐議員的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是伊斯坦大貝亞夫政府議員 好 謝謝主席 議會的主管單位 以及我們議會同仁 大家午安 我想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角色 都要腳踏實際的看我們社會的問題 那麼尤其是原鄉區 包括杜惠區的原住民的鄉親 那麼我今天當議員的角色 我的角色是什麼 那麼行政單位 你們的角色是什麼 我們一起合作 來為我們的鄉親服務 這個就是我們的責任跟任務 那麼對本席而言 我只要牽涉到鄉親的權益的案件 我會投入 我會到山上去辦會堪 那麼會堪之後 我們會確實的了解到 我們原鄉的鄉親西亞什麼權益 我個人 不是很帥 但是呢 我對服務的魅力 我很有自信 所以 當然原鄉的權益是相當相當的多 那麼我警隊因為原鄉區的部落 大概大部分是農民 那麼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我希望我們原鄉的鄉親的產業 也必須要不斷的轉型 做農是一個生活方式之一的方法之外 但是啊 它不是唯一很有效的生活方式 所以有幾個問題 我們要我要請教我們原民會的主委 那麼這些議題應該要如何解決 那麼第一個 常常讓我們原鄉區選出來的議員 有一個困擾 地方區長 每次就火爛啊 並鄉親說 我們原住民也有三過一毛錢 他們的統籌款 我們有三過一毛錢 其實沒有 火爛的區長也是存在的 那麼我想透過這個議會 來請主委報告一下 我們今年度 桃園區我們的統籌款 是多少錢 撲給我們桃園區公所 先請主委答覆一下 請鼓仲主委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鄧彭學議員 我想我們依照地資法 我們今年呢 給桃園區公所的預算 大概是一億三千一百三十四萬 這個部分是由市府編列給區公所去應用 實行它地方應執行的這個工作項目 那當然其實中央嚴明會 也每年編列到一千萬的一個 基本設施維持費給它 那另外包括我們市府的 緊急搶修經費 包括嚴明會 農業局 水利局的緊急搶修經費 也會匡列給區公所 那區公所在發生災害後 它也可以向市政府來爭取 災後復健的經費 那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對於這個原鄉的預算 從去年審查 連續幾年對於原鄉的預算 我們在座的議員 包括我們原住民議員 從來沒有刪過一毛錢 以上說明 謝謝 請坐 謝謝 其實 其實就以桃園七公所來說 統籌款是一億三千多萬 那麼我們還有 回饋金是兩千五百萬 那麼再加上 我們包括水利局 農業局 圓民會 補助給桃園七公所的 農路搶修 就是三千萬 所以 桃園七公所 就有兩億的經費 那麼事實上 我們桃園七公所的人事費用 我問過主計處 主計處給我的資料 包括七公所的員工 包括旅長 包括現有的代表會的人事費 只有四千多萬 也就是說 七公所本身的建設經費 就有一億多 那怎麼花 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辦過工程說明會 做不出什麼名堂來 就怪我們地方議員 說我們有三 我們市政府的工程 都是辦會堪 辦說明會 這個多少錢 這個工程品質 然後讓鄉親很清楚 但是桃園七公所啊 從來沒有辦過說明會 偷偷摸摸的 就忽然 騙鄉親說沒有經費 那麼三千萬的農路搶修的經費 從五月到十二月 要怎麼合銷 而且我遇到兩個問題 那麼上個禮拜 我去幾個部落 像梅山 復興 他有三千萬的 農路搶修的經費 所以 竟然我們的鄉親啊 還自己固發圖七 那麼合作出資 來搶修他們的農路 那麼這樣的行政單位 這樣的七公所 所以我主張廢掉 看到這樣 變成公法人之後 變成公法人之後 變成一個小集團 那麼對我們的鄉親 對我們的建設 有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 只是在那邊小集團 當傀儡是無賴 那麼 所以我本席議員一直 整個對原鄉的建設的期望 就是放在我們市政府 各單位之外 就是圓民會 那麼幾個議題 非常重要 那麼第一 水泥路面 與原鄉產業轉型 是有關係的 我希望圓民會呢 要認同這個 第二個 建設的必要性 我們有三個區 茂林 桃園 納馬夏 其實我們的需求都不同 桃園區跟納馬夏 幾乎啊 每一戶都是做農的 幾乎每一戶 一到早五點多 就上田上農地工作 那麼 所以水泥路面 與原鄉的產業轉型 有相當大的關係 因為濃露改為水泥路面之後 有的鄉親啊 開始開發露營區 就好比昨天我們圓民會 主辦的這樣的活動 就是配合原鄉區 產業轉型的一個重要的機會 所以我希望圓民會 這個部分鋪設水泥路面 還是要 務必的加強 那麼我希望經過兩年之後 那麼原鄉的 濃露改為安全的水泥路面 能夠打八成 達到八成的話 這些濃露搶修 專門騙吃騙喝的 濃露搶修的這個經費 浪費的經費 就可以減少 再做其他的建設方案 第二個 那麼我們市政府 只編了十五千萬的 圓民會的部落建設的經費 那麼我上一次我質詢 我也透過主席處 包括研討會 希望他們在 兵內圓民會的 部落建設案的時候 要提出協助圓民會 再多一點 一億也不多啊 給一億到圓民會 所以落實建設圓鄉的經費 有跡下 那麼一億的經費 我希望圓民會 在好像是七月 七月還是六月 開始討論到明年度的預算 所以這個是幾月份 每年市政府在統籌 編列一個年度的預算 大概是幾月份 包括議員 我們大概五月底會先報 因為我們這是先起計劃 好吧我們會先報研討會 好這次的計劃 一定要至少寫一億 好 那麼第三個 我認為 長期幾年 原鄉的農路搶修 因為沒有要點的依據 假搶修的工程案 是大弊端啊 那麼農路搶修的要點 定了以後 查核有一計 譬如說 一定要有陳情人 要有陳情的部落 那麼開挖土機的 要有住址 要有姓名 他施工 他施工的時候 要照到 他本人的長相 一定要拍到 誰在被固為 挖土機的長相 是誰 所以你們看到 七公所 所以核銷項目 有沒有看到 開挖土機的真面目啊 看不到啊 因為查核的時候 我們可以針對這個司機 問這個挖土機 你開挖了幾天 他就會說出來 所以他們報上來的 核銷的項目裡面 你看不到他的真面目 這個就是大問題 那麼定定相關 濃露搶修的要點 辦法之後 我們希望園銘會 把這個要點計劃 提報到市政會議 討論通過 那麼就會有查核的一切 第二個 我們園銘會總共 花了將近一千萬的 部落用水的經費 那麼第一個階段 失敗 那麼第二次發包工程 失敗 為什麼會失敗 就是僱用廠商啊 找我們部落的人 要驗收的時候 有可能 就給他一千塊 你把水通一通 驗收有水 隔天沒有水 那麼這樣的 部落用水 其實我們園鄉 有很多的部落 有的水源 是石灰質 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麼我們現在 拉布拉尼 上一次 園銘會的做的這個工程 的水源 石灰質比較少 現在呢 原鄉地區啊 喜盛的 不斷的增加 跟水質 有關係 那麼拉布拉尼 這個部落用水 應該怎麼處理 你就買 一般的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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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就直接在水源頭 然後透著流氧線 把水管嵌上去 這個部落用水 就可以引到 我們部落的 信水池 這個問題不是很大 其實陶淵基工所 也有四百多萬的 部落用水的 醫師坦大議員 我們先處理上會的時間 要剩下五分鐘 那我們進一大會 上會還有五分鐘 我們等醫師坦大議員 執行完畢 我們再行上會 好 其實基工所 也有部落用水的 一個 維修的計畫 有沒有去做 他不會去做 這是做假的 那麼 我希望園民會 再把 拉布浪里 部落用水 用最少的錢 把水源頭 把管制 就沿著流氧線 引用到部落 這個是 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第六個問題 當然你等一下答覆 我只會告訴你 你答覆幾項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一項一項的給我答覆 那麼我提醒了四項 你就答覆 你就知道要怎麼處理就可以了 那麼幾個重要的權力議題 要你答覆的 等一下我再給你 說你要答覆幾個問題 部落房舍基地 一直到現在呢 都沒有改為建地 那麼剛才地政局的科長 有跟我討論到這個問題 他說 78年以前 還要找78年以前的 部落空造土 這個很奇怪 那麼78年的環境 跟現在環境 完全改變了 那麼假如依照 這樣78年以前 還要空拍 還要找出以前的資料 然後改為建地 這個也是 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 這個部分的議題 因為 要寒聞給 我們行政院的人民會 這個部落 現有房舍的基地 是否 因為 基礎的事實 能夠改為建地 不改為建地 地上屋的房子 就是違章建築 那麼違章建築 就不可以 申請其他的 營業的 事業的 一個目的 所以這個也不公平啊 所以這一點請 言明會 這個部分呢 再反映 反映給我們行政院的 言明會 第七個問題 桃園 梅秀台的農地 大概八十幾年以前 當地的農民 沒有同意 當時候的鄉公所 為什麼 要兵為 油氣用地 以前啊 固化原住民的土地 為油氣用地 因為 承辦人 有獎金制度 所以造成今天 梅秀台變成油氣用地 原本 是好意 但是呢造成負擔 油氣用地的稅金比較高 半繼承 半轉讓 他的後代 無法負擔 有的是六十萬 有的是七十萬 無法負擔 所以地政局的科長 我剛才跟他討論到這個問題 他說 會跟我們言明會 相關單位 我們叫當地的 地主的鄉親 帶到議會 由他們來陳述 由他們來做陳情 然後跟地政局 包括我們言明會 一起處理 好 第八個問題 梅山的農地 要劃出公園法 剛才地政局的科長 也有跟我協調這個事情 他說 部落要有共識 是 那我的意思是說 是 地主 一個分兩邊 老農西右邊 是劃為 益山國家公園法 左邊 是沒有劃為 益山國家公園法的管制範圍 我們需要協助處理的地主 就是劃在 公園法範圍內的地主 那麼根據地主的 這個意願 因為內政部 營建署 我們沒有去嘛 已經同意劃出了嘛 剛才地政局的科長也跟我談 是不是要有 嚴明會呢 先韓文到行政院的嚴明會 來我們做一個 協調 看看是不是可以盡數辦理 劃出國家公園 所以這個 等一下 這一題等一下 主委可能要幫我答覆 就這一題要答覆 第九個問題 我們原鄉 南昂公路 包括茂林 包括南馬下 公路就要打通了 有的鄉親啊 準備開發令期 有的鄉親準備開民宿 那麼民宿的法規 又是什麼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要開民宿 它的法規意義是什麼 因為有牽涉到地幕的問題 有牽涉到農地開發 好像幾分之幾 要佔幾分之幾的一些規定 那麼將來要如何協助 這些有意願 開發民宿的鄉親 那麼有些法規的規定 可能要跟觀光局 包括農業局 包括圓明會 包括地政局呢 可能要做一次 溝通 協調 來告訴鄉親 哪些法規要處理 哪些法規要解套 這個主委等一下幫我答覆 第四個 七億計畫法 這個未來會對 原鄉地區的農地使用 會有很大的後遺症 我看過七億計畫法 它分為黃色 綠色 綠色 那麼還有紅色的 它把所有原鄉的農地 只要是林地的 都變成為 森林區的地幕 那會症太大 所以 還有我們上次有幫過 說明會 那麼下 桃園 之三不同意書 還押在地政局 所以這個問題可能 就不會有很大的問題 全台灣的只有我們 那麼下桃園區 有押不同意書的文件 就在地政局了 好 我先請我們的主委 我要讓你答覆的問題就是 部落房舍基地如何改為建地 要跟其他相關單位了 好 第二個問題 梅山農地 劃出公園法 站在營運會的立場 應該如何來處理 這個問題 是不是跟其他相關單位 好 再兩分鐘 是不是要處理啊 還有 門事台的農地 要如何協助我們鄉親地主 回復到 一般的 農務用地 假如說 還不是很熟悉 這個業務 該怎麼處理 我們可以透過 農務期 地政期 甚至呢 可能會牽涉到 觀光期 那我們 我們 是不是要找個時間 來面對面的討論 這個議題 這個問題 先請我們的主委答覆 其他前面我所講的 你就不要答覆 你知道方向怎麼處理 主委請答覆一下 請股仲主委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佩合議員 那我先回答有關於建地的問題 那在高雄市的原鄉大概 目前有申請回復建地的部落 只有桃園區 就是有建山高中 晴河跟復興 那其實我們現在在做的工作 就是調查的部分 那曾如議員所講 最大的困難 就在航照的部分 那人口數跟戶籍資料的部分 是沒有問題 那航照的部分我想我們也可以 所以就按著議員的建議 我們再去反映中央圓民會 在執行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們把困難再跟他們做討論 我想這部分可能要請中央來協助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國家公園畫出這個 梅山部落這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 我知道議員那時候 我們一起到銀建署去努力 當然議員也有代表我們鄉親來發表 那很高興的就是說 中央也同意畫出 所以在101年的11月12號 其實已經有公告 將桃園區的張山段 以及梅山段的土地大概 原住民保留大概599筆 都已經畫出了這個土地 那現在就會涉及到整個分區劃定的問題 現在分區劃定的話就是會 中央的意思就是可能要回到 原住民基本法第21條 就是要經過部落會議 這樣有共識以後才會進行下一步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5月6號 我們特別行文給中央園民會 我請就是請他們韓市 是不是要依據這個部分 原基法的部分去執行 還是直接由我們市府相關級數 就來執行 這個部分做一個說明 那有關於民宿的部分 我想這部分涉及到觀光跟農業 我們去年也有福島原鄉 對於民宿這個部分的這個 新建法規的一個了解的一個說明 那今年我們可以再辦理 我們先調查我們目前原鄉有多少的居民 對於民宿這個部分的法令 包括對於民宿的經營有興趣 那我們就來召集他們 我們也市府相關級數 包括觀光局 我們就一起針對相關的法令 來做說明 至於對於有關的法令問題 就是原鄉建設的法令問題 這部分我們其實對於部落安全 這部分我們自己也定定了一個要點 那法制局最近才剛審完 我們最近要按照程序去 來簽報合定 來頒布實施 至於議員所關心就是 緊急搶修這部分要定定 相關的要點部分 這個我會找法制局 我們跟法制局一起討論 看怎麼樣去研定 來為整個執行面做一個把關 以上做說明 謝謝主委 謝謝主席 今天我們那個 兵局局長要升 Otherwise 我們可以一起消化等一下 你再給兩分鐘 好 再兩分鐘 謝謝主席 首先恭喜我們的兵局局長 即將就任中央的 退服會的副主委 所以呢 好人好事 積功德啦 所以 臺灣人民切耀你服務 但是有一个议题 我必须要跟我们的局长来请教 最近媒体报导 我们南区很多的营区 军营发生军官自杀案 军官 有的军官 有的是女军官 有的是男军官 他们刚出自愿当军官 应该是非常好的理想 那么到了军区 为什么会自杀 是不是我们的部队 领导统议出了问题 那么我们希望了 中华民国的国君 要讲重视人权 那么我相信 我们的局长 有深入中华民国的少将 也应该读过很多 领导统议 内市的书籍 那我认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军官 有的啊 一下部队深入官 去整那个下属的军官 整人 那么有可能自杀的这些军官 可能因素 大部分 可能是来自于长官的压力 督导业务 讲话 可能就靠杯啦 什么什么这种话 那下属军官 他会想不开啊 对吧 我们局长 我建议我们的局长 有机会到中央啊 能够向国防步伐 有一本书非常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一个 那个乔治八重将军 乔治八重将军 在第一次大战 第二次大战 甚至也连在欧洲的战场上 是长盛军 因为他的领导统议 是成功的 那么很奇怪 最近几年我们中华民国的 七層军官 自杀他们说 那可叫我们军中的军官 刘宇波是领导统议不及格的 那么领导统议不及格的 中级军官 他会变成部队的危险军 那么局长 你即将深入中央 也有机会 跟国防部做反应 请国防部啊 强迫我们中华民国的军官 要念乔治八重将军 领导统议的理论 当然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他说领导就是适当的时间 要适当的事情 而且要做的 要像个人 那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区 的一些军官 随下军官压力不过大 造成自杀 我希望局长们 确实地把这本事 介绍给国防部 好好地请我们中华民国的 中级军官 如意变 测验不及格的 即使危险因子的军官 要把他最危险 来请局长答复一下 好 请刘局长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那个针对刚刚议员所讲的问题 其实 应该是这样子 这应该不是关部队的问题 部队的这些军官也是来自于社会 那就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都比较能够抗压 那现在 年轻的一代确实是这样 那 这一次发生这些事情 其实 以我们南部的部队来讲 他除了原本的 这个 作战演训的任务以外 像南部 今年 光我们兵力局 多提出来的这个资源病例 就超过2万多个人次 就是资源救灾 包括 那个 登革热 还有寒害 所以当然他的工作量是增加的 但是演训的任务绝对不可能会 因为你这个去救灾 演训的任务就不做 大概也不可能 那这两位制裁的军官 其实我都有去慰问 我都代表市长过去 跟家属谈论的结果 他确实是存在的一个就是 他本身对业务还没有很熟悉的时候 那干部不是以教导的方式 而是以督导的方式去纠正他 让他压力确实是有增加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工作上的分配确实应该有问题 还有一个 为什么会造成自杀 我那一天 我有跟99旅的政战部主任我也讲 因为我发觉就是说 他的辅导是由政战干部直接面对这两位的军官 已经知道他有问题了 他只是单独用部队的资源在辅导 我有跟他们提了一个建议 就是说以后类似这个问题 以我以前在教育局的经验 我会结合比如说智商中心甚至家长 我们会一起来一起来辅导 因为家长对这两个制裁案 其实都有同样一个反应 就是说他们部队接到小孩子 心理上有问题的时候 无法抒压的时候 其实这个部队并没有通知家长 而接到电话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是制裁了 所以这个我也是说 那以我们以前 一知道本身有问题 那马上会结合家长 或是结合智商中心 会一起大家一起来辅导 这是我那一天 这两次去跟这个家属接触的时候 还有对整个事情的了解 一个报告 也利用这个机会 谢谢议员一直对国军这个关心 那如果有机会 因为我本身跟国防部 我们都是同一小组 我也一定会把议员的建议 这个宝贵建议一定会跟部长报告 以上 谢谢 好 谢谢啊 谢谢主席 谢谢你们的部长官 谢谢伊斯坦大贝亚夫议员的执行 也恭喜刘局长 那在这边我们再一次重申 利用议事厅来重申 跟大家来报告 我们在高 我们高雄市议会 四位原住民的议员 从来没有删过 那马下 桃园 跟茂林 三个 区公所的议算 你们 回复公法人之后 所有的裁员 都回到区公所 所以我们高雄市议会 从来没有监督过 三个区公所的议算 是由代表会去监督了 在这边再一次重申 我们没有上过 希望 大家能够了解 好在这边 利用这个时间来做 这样的报告 那我们设政委员会的议员 全部执行完毕 就我的部分 时间的因素 我就不执行 用书面 请各位长官 就好好替我服务 就这样子 那明天早上9点 我们继续开会 好 散会